大家好,我是善桂, 欢迎来到素食好煮意 今天是年初一,善桂首先在这里 和大家拜个年,祝各位身体健康, 风衣足食,心想事成 相信在这几天,大家除了吃了很多 美味的荷莲菜之外 一些好像萝卜糕,年糕, 角仔蛋散之类的荷莲食品都不少了 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有饱饱滞滞的感觉呢?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个开胃健脾消滞的汤 一起去看一下材料 每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大家都知道苹果是很有益的生果 苹果含有的果胶是可以帮助我们 预防胆固醇增加的 中医也认为苹果是具有生津止渴 健脾和胃的功效的 木耳是我们血管和长度的清道夫 木耳含有可溶性腺食纤维和非水溶性腺食纤维 水溶性腺食纤维可以降低胆固醇 降低饱和脂肪酸的含量 同意可以减少产生血栓塞的机会 而非水溶性腺食纤维就可以促进长度的鱼动 帮助我们排便 红组除了大家都熟悉的 补血养血功效之外 亦有健脾的功效 陳皮是有健脾开胃生津的功效 菊牙麦牙都是有帮助消化健脾胃的功效 两者的不同之处就是 麦牙帮助消化的效力是强些的 而且还有梳干的作用 而菊牙就是比较平和一些 菊牙麦牙加上刚才说过的材料 除了可以帮助消化 減轻我们吃到好像饱饱饱饱的感觉之外 还可以帮我们清除血液和血管里的胆固醇 排毒是春天养生的其中一环 菊牙麦牙苹果木耳汤 既可以帮我们清理肠胃 亦可以帮我们清理血管 春天喝这个汤都很适合 但是孕婦或者胃部母乳的妈妈 就不太适合了 因为麦牙是有回乳的作用 又是大火煮它十分钟 然后调回一个小时制火 再煮它半个小时就可以喝了 菊牙麦牙苹果木耳汤煮好了 先喝一口 这个汤的味道是很清的 有些苹果的酸酸甜甜味道 希望各位喜欢今晚的菊牙麦牙苹果木耳汤 我的频道素食好煮二 逢星期二星期五晚上八点半都有新片出的 我继续喝汤了 下次再见 拜拜